那希望小朋友在这四天下来的培训之下 可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小英雄 炎炎夏日正是培养孩子们运动潜能的最佳时机 陆港镇体育会配合教育部体育署运动爱台湾2.0系列 于7月19日至22日举办小英雄培训营 由陆港大专文青会带领 在陆港国小校园进行19日举行实业式集晚会 彰化县政府参议科陈放 议员师配与等预会 为其四天的课程 邀请专业讲师及技术员指导 要给孩子们一个极富挑战的运动夏令营 暑假小朋友一定都很开心 那可以参加自己有兴趣好玩的营队 那一定是特别的开心 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么多小朋友起居一堂 那我们体育会很用心 规划了很多 其实平常比较少的项目的活动 其实也是游戏 那还有结合很多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来陪伴他们 指导他们 让他们可以很安全的来一起来参与 那我想不只是体育运动可以强健体魄 那在暑假也可以有正当的娱乐 可以远离山西 那重点是可以借由这样子各项的活动 让他们可以更有专注力更专心 那也可以训练他们的很多的反应 那最重要的是不管是对他们的抗压也好 或是团队的合作也好 对他们未来的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 陆港镇体育会啊 其实长期都一直在举办比较特殊新形态的运动 那把他引入我们大陆港地区 包括泡泡足球 然后包括也办过攀岩等等的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呢 我们把这样新形态的运动呢 结合成一个小英雄夏令营 有碟杯 然后有攀树 也有摔角 那活动中包括一些闯关 还有消防员的体验都有 非常的丰富 那也要感谢我们陆网站站文青会 我们的伙伴特地回来扮你这样的活动 那也感谢国动国际 我们的股票眼线公司 特地提供名额 让我们一些长期追踪的关怀 护孩子 有机会可以参加这么多彩多姿的夏令 希望大家在这四天的云队里面 都可以有一个很愉快的暑假 看到我们很多的 很国药的这些小朋友 那充满了一个期待 跟喜悦 那希望能够借助我们这些活动 能够让他们的暑假 更为充实更为快乐 收获更多 那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些大专亲人的姐姐 大哥哥大姐姐们 一起来作业这一次的 带领这些小朋友 那把这四天的整个学程 能够办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欢迎各位小朋友 能够参加这一期的活动 那把这一期的活动呢 我们这个大哥哥大姐姐 来带动各位 他们所吸收 在学校所吸收的经验 来传承各位 所以希望各位小朋友人 能够认真努力地学习 掌声 张化人张化是新闻记者 林明佑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